和周星驰相恋13年,分手7年官司就打了5年。如今45岁竟声称,绝不会放过星爷。 说到周星驰,无疑是文娱姐一朵奇葩,靠她的无理搞笑喜剧电影,占到了大牌导演的最顶峰,固然事业屡创佳绩,但爱情却侃侃苛刻。 第一段与罗慧娟相恋了三年多,因剧少离多而分手。 在1991年的《逃学威龙2》中,周星驰遇到了朱音,之后两人开蹲三年的公开爱情,1994年两人一度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只可惜星爷的三年之痒缺点,又犯了,在1995年拍《大话西游》时,传出星爷与莫文威爆出绯闻,让朱音痛顿肝肠,泪洒记者会。 其实,罗慧威、朱音还算好的,比他们更惨的是于文凤,跟了星爷13年,到于文凤40岁了,周星驰还不打算结婚。 于文凤帮他打理投资,创收达10亿以上,星爷当时承诺会支付他投资获利中的10%款项作为用金,但星爷承认用金,当时有栋天比高别数出卖8亿港币,用金应该是8000万, 但最终星爷只付了1000万元港币给于文凤,在2012年时,于文凤就因而与星爷撕破过一次脸,两人是2010年分手,打起了官司。 于文凤名校出身,是香港建设于静波的小女儿,身家不菲。 最早是1998年,两人被抬倒在兰桂坊吃饭。 面对尽头,周星驰有些鬼祟,似乎不愿曝光。 2007年,周星驰和于文凤在铜锣湾逛街看楼盘。 地下行酿酿了十年,星爷终于不再遮遮掩掩。 他当住镜头牵手于文凤,而女方微微发福,似乎好事将近。 不过星爷老吊住观众胃口,就是不公开。 2008年又被拍到两人同行外出吃饭。 这次没有脱手,但也没有逃避尽头,十分大仿。 几个月后,星妈去说了一段话,被媒体曲界为两人一分手,周星驰这一年多都在拍《长江七号》,很少见到他的女朋友,以及他的其他朋友,就连周星驰本人都很少见到。 星爷迅速受益助理为达身放出原话,澄清并无此事。 虽未承认于文凤的身份,但却是从不回应私事的他首次主动澄清。 但是星妈的话却引人狭想。 早前曾有报道指出,于文凤一直不入星妈法眼。 两人关系一度十分恶劣,星妈甚至搬到女儿家,避免见面。 星妈曾说不会干涉儿子的恋爱和婚姻。 但周星驰是个很孝顺的人,如果母亲都不喜欢这个儿媳妇,她又怎能强行结婚呢? 2010年,于文凤终于受购了。 分手后,于文凤向周星驰追讨七千万佣金和顾问费,因为多年以来一直是她担任周星驰的个人财务顾问。 于文凤从2002年开始担任星爷财务顾问,除书面协议每月支付于文凤2万至5.9万港元不等的顾问费,于文凤只与星爷有口头承诺,将投资出税后利润的一成作为她的佣金。 而星爷于山顶普月道的独立五百2012年估值8亿港元,于文凤认为星爷应支付她8千万港元佣金。 由于星爷在2012年3月曾付一千万港元,所以多年来,于文凤都在追讨剩下的七千万港元。 案件纠缠多年,2014年高院只该独立污位变卖,未有所指的除税后盈利,故提出诉讼,但于文凤不服上诉,案件将于明年1月再审。 两人分手7年,官司就打了5年,45岁的于文凤说她不会放弃上诉,一定要拿到自己的佣金为止。 姿色普通的于文凤,为什么当初能让星爷甘愿放弃众多飞纹女星,守在她身旁打13年之久? 曾经有很多是星爷好友,后来与她那番的人,都是由于这个人把钱看得太重。 罗家英有次说露嘴称,周星驰的老婆于文凤炒楼很凶猛的。 是不是真的由于于于文凤才会赚钱了的缘由,星爷才选择于文凤拍拖了那么久? 拥据适的航飞 Russ。 同聽到无人激发辞派的知梦艇完成了的花特儿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